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全球有众多多样的豪华汽车品牌 比如老百姓最常听闻的就有法拉利 兰波基尼 保时捷等 这些车最差也有百万级别的 普通老百姓能见到一辆也是非常幸运的了 不过对于那些土豪来说 亲民一下都不止一辆的如此奢华的车 不过要是一台拖拉机摆在大家面前 大概没有人会特别的 不过别看人家只是一台拖拉机 它的身价可高着呢 有这么一台拖拉机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唯一的一台如今在一个普通的德国老头名下 据说那是一款上世纪60年代 产自于保时级的车型 当时其实量产了十几万辆 用于战争时期的农业支持 但后来由于炮火轰炸的原因 这款名牌拖拉机就被炸掉了一半多 再加上这些年来 一些时代变迁和人事变故 这款拖拉机的数量越来越少 目前就只有一台还存活着 这台拖拉机的发动性能 虽说放在现在非常一般 仅支持巨大50匹马力 要是加满泪油估计能工作七八个小时 感觉跟普通的拖拉机没差 不过它的收藏价值可是很高的 有专业人士估计大概不止一千万 再说了 就这一台车 人家车主肯定还不卖呢 这台稀有的拖拉机的珍贵之处 不仅在于它的特别 还因为车主对家人和历史的怀念 据说从爷爷辈传下来之后 他又把它当作传家宝 打算带带传下去 有时候他也会偶尔租给车展 让大家共同观赏这台老古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15岁 优1 % 3 记录这个程度 是早点点水 优格或者破来之后